080 CE 22 條 現在有一個 Light Link System 它有 3 個燈泡 3 個燈泡的位置是 220V 30W 3 個燈泡應該是在 parallel to 220V 位置 駁到 220V 位置 如果你看到這句話 220V 駁到 3 個燈泡 這 3 個燈泡 因為是 parallel 的駁發關係 駁到 220V 的 main supply 所以每個燈泡的 V 都會是 220V 如果是 220V 的話 這個燈泡的能力是 30W 燈泡是 30W 燈泡是 30W 燈泡是 90W 答案好像是 D 但答案不是 D 為甚麼呢 就不是因為你解錯題目 而是題目還有效果部份 但是這個燈泡是駁錯了 就是 Series 不是 parallel 而是 Series 便把前面的燈泡都推回 如果3個燈泡是 Series 駁的話 那有甚麼分別呢 即是 220V 就要分豬肉 就要分給3個燈泡 因為每個燈泡一定拿不到 220V 一定出不到 30W 所以出不到 30W 的話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要先求電阻 電阻 電阻就是 220V 3W 幫電阻 電阻就是 P 等於 V² over R 現在 R 等於 V² over P 所以這就是 220V² over 30 答案就是 1613.3 現在3個燈泡是 Series 所以答案是 3 答案是 440Ω 220V 給了 440Ω 我們看看新的 Power 是多少 3個燈泡是 440Ω 所以 V² 是 220² over 440 答案就是 10 Power 所以答案就是 Boy 為了